身体有一部分 有的人就硬邦邦的 有的人就软绵绵的 大人就长一点 小孩就短一点 是什么啊 你听你个头啊 手是手啊 这是跟风周星驰 《桃学威龙》的电影 里边不但有张卫健 跟郭富城的加盟 还邀请了 玉女掌门人的周慧宁 就连配角都是 唐博虎点秋香的人物 可就算这样 也仅收获了 830万的票房 故事发生在明朝时期 家族四壁的 伦文旭是全城有名的才子 而与之齐名的 便是富商公子的柳仙凯 这天小敏在邦家中 卖动脑的时候 几个混混看他 长相没亲目秀的 便在结账的时候 故意刁难起了小敏 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一个身影利落地 来到了跟前 在踢倒对方的同时 接住丢落的铜钱 几个小混混都没来得及出手 就被柳仙凯给打得 毫无缓手之力 大哥觉得在大街上丢了面子 便拿起木棍 朝他发起凶猛的攻击 就算对方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也为己伤到柳仙凯的分口 接着拿起鞭炮挂在对方的身上 在点燃的同时 将对方下的落荒而逃 就在小敏答谢对方的出手相助 柳仙凯的朋友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并拉着他的手急忙跑向放宝的地方 而排在第一位的正是柳仙凯 正在大家祝贺成为全城第一的时候 却发现不知是谁将公文的名单撕掉 而魁首正是跟自己齐名的伦文旭 这也让柳仙凯对他起了浓厚的性质 伦文旭在获得榜首之后 几人请他吃饭请教学习的方法 可在结账时几人却拿不出银俩 没办法他掏出传家之宝作为抵押 为此他写字画押作为双方的证据 将价值二十八两的手镯抵押老板手 就这样他们不但免费吃了顿饭 还从老板的手中获得三十两银子 伦文旭也是善良之人 他将三十两银子全部赠予给母主 虽然这次考试成为榜首 伦文旭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念书 可在母亲的逼迫下也只好答应下来 他到校的第一天就引起校长的不满 因上学迟到被罚站在角落之中 这时柳仙凯也迟到急匆匆地赶来 在一半日 为什么 因为你迟到 校长 家父叫我 谁是你老爸 九公圈 原来是六公圈的公子 因为校长的区别对待让他非常不爽 在双方争执之下 伦文旭决定退学 可他当初门口就碰到同学的小女 而两人相互对视的那一刻 他连小孩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 身为校长的答书不大爱才 就连学校的学生也要分出优差声 而校长的区分方式更是独特 这天他决定以投票的方式选出班长 而柳仙凯跟伦文旭都是热门选手 在经过一阵活跃的投票之后 两人再加上小米居然并列第一名 校长为了选出最优秀的作为班长 他出队子看谁对的工整来决定胜负 我们每人做一首五颜绝尸 室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圆子跟一个尖子 伦文旭 你先 雁台圆又圆 毛笔尖又尖 一连几三尸 中个蚊状圆 好识好识 看你了 长弓圆又圆 剑嘴尖又尖 一连发三件 中个五状圆 绝技 肚皮圆又圆 食指尖又尖 一胎生两子 文武两状圆 好识 现在文武状圆都成为你的儿子了 恭喜文武状圆 恭喜文武状圆 为了提升学校的整体素质 他聘请了一位文武双全的训导老师 此人正是曾在华府当过差的武状圆 这天校长带着同学参加健保大会 刚好碰上了旁边学校的一众师生 为提升学校知名度决定鄙视文采 在经过伦文旭的强势碾压之下 直接将对方给气的骂出了脏话 这天伦文旭无辜被带到了赌场之中 原来是他老妈欠了人家三十两银子 为还债他用仅剩的银两打算赌一把 结果第一局就让伦文旭倾家荡产 就在危急时刻他掏出了锦衣卫腰牌 可对方根本不信他拿的是一张针的 而一切刚好被角落的神秘人看在眼里 为了验真真伪他说腰牌在黑夜会发光 就在老短熄灯的那一刻 伦文旭带着老妈赶忙逃离了出去 晚上他在面馆吃夜宵的时候 那位神秘人也找到了伦文旭 并问他手中的腰牌是谁的女人 只要告知便答应他击败两个银子 伦文旭见情况不妙趁机逃跑 可他怎会是夺命书生的对手 被一脚给他踢出了数米之远 原来腰牌是伦文旭意外捡到的 而腰牌的主人正是朝廷武状元 而此人与公公联合准备谋杀王爷 而武状元则是正义的化身 就在这危急时刻武状元及时赶到 接着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交手 虽然武状元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但在夺命书生的跟前还是不堪一击 在数个回合下被轻松击倒在地上 伦文旭趁机将灯笼打到对方的跟前 在他格挡的同时两人快速逃离死 伦文旭怀疑武状元就是腰牌的主人 便联合柳仙开准备试探对方的底细 老师 柳仙开跟卢文旭打架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为什么打架 他跟我说都要打 他说我鼻子我跳 武状元为了隐藏身份只能忍辱浮竹 武状元为了隐藏身份只能忍辱浮竹 老师 老师 不好意思 你们有没有搞错 连老师都打 你们看 把老师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就是吗 是叫你出手那么重吗 那把你想的 你好像越打越亢奋 你打得简直忘我 我看你眼珠子都打突了 不是叫你不要打头吗 不是叫你不要用脚踢的吗 那你们打头 有 那你们踢他的 那你搞定吧 不关我事啊 也不关我事啊 我招谁惹谁了 谁知他们刚回到学校 公共便带着大批手下找到了这里 他们要找的正是 假扮成老师的武装 我是校长 这是我当家 给我叫李万龙出来 李万龙 谁是李万龙啊 我知道他在这 说归说啊 别动手啊 不要扁你啊 身为武力担当的柳贤开也不废话 直接跟公共展开一场激烈的交手 这是被严重低估的一部武侠电影 上映四天仅收入了830万的票房 如今却成为难以超越的经典之族 公共为了找出化身为老师的李大人 居然在学校内对校长大大出手 身为武力担当的柳贤开是丝毫不拒 直接跟对方展开一场激烈的对决 虽然公共也是朝廷一流的高手 但柳贤开可是被誉为文武双全的状态 就这样在经过几十个回合之后 公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 被柳贤开一脚踢出了数米之远 而他们的行为也激起对方的斗志 朝柳贤开再次发起更猛烈的进攻 但在实力面前还是显得不堪一击 所有的攻势都被柳贤开轻松破解 就在这时伦文旭也赶来帮忙 可在柳贤开分神之时 公共突然从袖中掏出了武器 就这样武状元之身一人前去复 原来身为指挥使的夺命书生 早跟朝廷的公共同流合污 此次目的是让武状元交出王爷 手下剑撞立马把刀冲了上去 可武状元也是一名善战的武将 对付一群小弟还是轻而易举 夺命书生只好拿出武器准备发飙 接着在草屋内展开一场激烈的对决 手中的长枪在摩擦下发出阵阵火花 两人是你来我往打的部分伯仲 再经过数个回合人未奋出胜头 接着两人从草屋一直打到了房间之外 这时柳仙开跟伦文旭也赶来支援 并用绳索将夺命书生给缠得满满蹬蹬 武状元则趁机发起致命的一击 而他却将伦文旭拉到自己的跟前 被迫无奈的武状元也只好抽身赌 夺命书生却将武器刺在他的肩膀之上 在接下来的混战中 公共被柳仙开直接钉在了木头上 其他手下也被伦文旭全部屠杀殆尽 就算只剩下夺命书生一人 但他丝毫没有把三人放在眼里 接着几人在草木内交手在一起 夺命书生果然是兵器排行前三 就算对战三大高手依然丝毫不拒 但最终在三人完美的配合下 将夺命书生给埋在了草木之中 当他再次站起来已经打成了白痴 三年之后伦文旭高中壮扬 还跟小敏过上了幸福猛烈的生活